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他們平均年齡過三十歲 中文字幕志愿者 平日要上班 晚上才可以一起合拍樂 阿Date和Calvin 十年前在網上認識 當時還在讀書 大家都喜歡合樂隊 就約出來一起玩 十年之後 他們再續前緣 以前剛好喜歡玩音樂 很多歌曲覺得很好聽 很想自己 玩出那個能力 有些所謂偶像 或者很喜歡樂隊 他們做到一些東西出來 如果自己可以彈出來 感受那個能量 會很想試這種感覺 十年前 年輕一點的時候 一直都是樂迷 很喜歡聽歌 有一些樂隊 賣的唱片不是很多 但聽他們唱片的樂迷 每個人都會自己組織一隊樂隊 那種熱愛程度 我想是這一點 令到你不單止做一個樂迷 你會滿足於 在一個樂迷的角度 去欣賞音樂 甚至乎想自己做一個樂隊 或者自己去創作 去經歷整個音樂創作 或者整個音樂 玩音樂 在音樂浸淫在音樂裏面的經驗 決定重出江湖 於是在網上沉沉覓覓 就組成現在的五人樂隊 都沒有想過 十年後可以 真的再找一隊樂隊 完整整地玩 因為始終制語的事很難說 大家要夾 有時間上要配合 我想都是開心 對我來說是一個祝福 有一點有趣 十年後 我玩二十歲的時候的歌 其實我是回到那個年 那個時期 我好像沒有長大 那些感覺都在 因為那些事全部都在那裏做 當然我們會再 看看能帶到什麼新的元素 那些都會 但是那個心境 我覺得挺有趣 那個青春是音樂保留到的 想錄音的 即是一些錄音 一些認真的錄音 去記錄下我們的創作 一直都有的 其實以前到現在都有的 但是至於你說 可能要推銷 一些很商業的東西 那些我就不會想 有機會出一場表演 例如大家 大家樂隊都享受去玩音樂 去出場表演 我覺得自己大家享受的過程 會比較重要 其實長工不是其實用你許多時間 你許多時間都浪費了 例如無無寧寥睡會 你修樂隊之後 架有樂器拿著 就 board 有樂器 書房 某程度上可能有少許藉口給自己 錢方面反而有些影響 小時候沒錢可能夾樂隊的房子也辛苦 你買一支結他 買個效果也要省省省省省 現在如果這些能夠解決 其他有甚麼能阻止 只要有得出秀都會抽空參與 希望認識多幾個滋陰 約一個星期夾一日樂隊 是否真的做到呢 有甚麼要看著那些房子 喂 他上班下班是不定時的 他是自由身 每個人做的事都不同 有些人很早上班 7時要上班 但很早上班 有些人可能很晚 都是要夾時間 當然夾一班都會犧牲生活上其他部分的事去玩音樂 我想在香港環境也很少找到空間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如果大家找到有人一起喜歡玩 又有地方的平台可以表演分享音樂 所以我們都會珍惜這些空間 你們的年齡是介紹幾多到幾多 他先說吧 拉回那個Curve 拉回那個Curve 他先說 21 至到三次頭 三次頭 三到尾 三到尾 三來 二 三在尾 三 在尾 後 二 誰 二 應 安全